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在大韩民国首都首尔为您播音 欢迎您收听本台一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 本台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首先是新闻 然后是韩流冲击波 欢迎您的收听 明年度预算案审批法定实现 仅剩下两周 朝野依然存在矛盾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正在巴布亚新几年亚出席 亚太金河组织峰会的文在寅总统 17日上午 与各国领导人相继举行双边会谈 当天 文在总统先与今年 亚太金河组织峰会东道国 巴布亚新几年亚总理奥尼尔举行会谈 两位领导人就扩大能源和港湾等 基础设施领域交易和投资的方案 以及加强太平洋地区海洋和水产领域 合作的方案进行讨论 文在总统在会谈中介绍近期 韩半岛局势并呼吁巴布亚新几年亚 对韩半岛为实现无核化 以及构建和平机制所做的努力 继续予以支持与关注 奥尼尔表示 巴布亚新几年亚天然资源很丰富 且旅游资源开发潜力也很大 并对韩国的专业能力 以及韩国对巴布亚新几年亚投资表示期待 随后 文在总统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首脑会谈 就加强经济合作 扩大人员交流的方案进行讨论 且对包括韩半岛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 广泛交还意见 文在总统表示 澳大利亚所构想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和韩国政府的新南方政策目标一致 并对双方通过合作产生协同效益表示期待 另外 文在总统还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第四次韩中首脑会谈 预计文在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就第二次美北首脑会谈相关事宜交换意见 同时还对作为促进北韩完全无核化的方案 放宽对北韩制裁的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国务院表示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君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当地时间16日举行会谈 双方在会谈中商定为实现北韩无核化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且就确保南北韩合作和美北谈判步调一致的方案进行讨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君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于16日举行会谈 双方在会谈中商定为了实现北韩最终可完全验证的无核化 双方将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诺尔特还称当天双方还就加强调整力度 确保南北韩合作和美北谈判步调一致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韩国国会正在对规模达470.5万亿韩元的明年度预算案进行审核 明年度预算案审批法定实现为11月30日 可朝野却迟迟未能成立全面审核明年度预算案的预算决算委员会 预算小组委员会 朝野在成立预算决算委员会预算小组委员会问题上的核心争论焦点是 委员定数和安排方式 共同民主党要求包括非交涉团体在内 共有14人或16人组成预算小组委员会 但自由韩国党要求按照惯例由15人组成 自由韩国党表示 如果要把非交涉团体包括在内 那么其他党则需做出让步 按照共同民主党方案犯进步派和犯保守派人数一样 而按照自由韩国党方案犯保守派则超过一半 预算小组委员会拥有要求削减或增加预算的大权 朝野目前围绕守住或削减235万亿韩元的工作岗位相关预算 和1.09万亿韩元的南北韩经济合作相关预算展开激烈争论 在明年度预算案审批法定实现 仅剩下两周的情况下 不少人对预算小组委员会成立工作被推迟 导致审核草率表示忧虑 韩国政府将在本月之内宣布解散 根据韩日未安妇协议所成立的和解与治愈财团 一位韩国政府高级官员16日表示 政府计划在本月之内宣布解散和解与治愈财团 根据法律程序到完全解散为止需要六个月至一年的时间 这人士表示将在解散过程中 经与日方的协商处理由韩国政府预算代替出资的 日本政府对和解与治愈财团捐献金10亿韩元的问题 朴槿惠政府时期的2015年12月 韩日签署未安妇协议商定由日本政府出资10亿日元 成立和解与治愈财团 根据该协议韩国于2016年成立和解与治愈财团 但在去年5月文在燕政府成立后 政府对韩日未安妇协议进行重新检查 随后政府决定由政府预算充当日方出资的11日元 且在财团理事中民间理事全部辞职 财团工作事实上被中断 旨在查明日本强征劳工事件的国际学术大会 于16日在韩国竞技道高阳市举行 日本和中国等亚太地区8个国家和北韩高级位人士 出席当天的国际学术大会 一个从事将被强征牺牲者遗骸运回韩国工作的民间团体 要求日本政府根据韩国大法院的判决 向被强征受害者提供赔偿 代表韩国出席大会的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副委员长李中格 用强制绑架和抓走等说法谴责日本回避国家责任 以多次对日本的过去历史表示道歉和反省的日本前首相 也敦促日本政府根据日本外务省有关个人请求权未消失的立场采取行动 据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近期在国会诡辩称 虽然韩日签署请求权协定不意味着个人请求权消失 但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与会者将日本强征事件视为战争犯罪 并发表联合宣言表示将与国际社会合作查明事件真相 韩国挺身对问题对策协议会成立28周年纪念研讨会透露 曾公开为未安妇受害者事实作证的52名北韩未安妇老奶奶全部离世 曾五次访问北韩的旅日寒求未安妇问题研究专家金英表示 截至目前对外公开未安妇事实真相的所有未安妇受害者已经去世 2006年未安妇出身的朴英新离世以后 北韩境内的未安妇生存者情况才被公诸于世 在北韩申报的未安妇受害者共计219人 其中有52人进行了作证 但他们都已经全部离开人世 北韩劳动新闻8月报道说 有关部门在北韩咸境北道新发现了日地时期的未安所遗址 据当地北韩居民透露 在北韩庆兴的未安所曾住有一些不满20岁的女性 而且未安所的每个房间都贴有照片 在16日举行的研讨会上 北韩未安妇团体朝鲜日本军性奴役与强制奴役受害者问题对策委员会 向韩国挺顺队问题对策协议会发来贺电 祝贺韩国挺顺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成立28周年 现代集团与北韩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18日开始 在北韩金刚山举行金刚山旅游20周年纪念仪式 现代集团会长玄真恩及其集团30多名干部员工 外界应邀人士以及记者等共100多人 将与北韩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等80多名相关人士 在金刚山文化会馆等地举行纪念仪式 访问北韩的代表团成员包括 韩国国会文化体育观光委员会委员长 共同民主党议员安敏锡 与民主平和党议员朴志远等6名现任议员 前任统一部长官 前任文化观光部长官江源道知事 大韩佛教曹锡宗和金刚山投资企业协会等机构的有关人士 据悉 现代集团与北韩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 共同举办的金刚山旅游20周年纪念仪式 将包括平壤统一艺术团团体表演 纪念植树 祝贺宴会等活动 现代集团会长申志恩在北韩访问期间 将与北韩方面有关人士 就金刚山旅游活动等北韩事业等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妥协 备受外界关注 负责向北韩支援结核病患者治疗药物工作的 尤金贝尔财团16日表示 北韩目前的情况不佳 敦促韩国政府发挥积极作用 该财团有关人士10月中旬在北韩停留了三个星期之后 在韩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北韩的结核病疫情已经陷入困境 今年6月开始 国际基金停止向北韩提供结核病药物 从2020年开始 北韩将难以对新出现的结核病患者予以治疗 如果停止药物支援 北韩现有的一部分结核病患者的处境将会愈加困难 由于受到国际制裁 目前北韩难以为结核病患者兴建新的医院大楼 尤金贝尔财团呼吁韩国政府向北韩提供支援 并将邀请联合管理会对北韩制裁委员会 解除对北韩的制裁行为 据统计 北韩每年出现13万名结核病患者 多计耐性结核病患者达8000名 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 一周寒流盘点近在寒流成绩播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朴隆军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边立华 我们正在寒流中心韩国首尔 为您带来最好听的K-pop音乐 韩国的高考这周刚刚结束了 我记得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还提到过 对于所有的高考考生来说 都有着同样的心态 那就是能够考出好成绩 以及对于未来的期许 没错 那一个新的开始即将来临的时候 也意味着当下就要画上句点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冬天 也会成为很多人的毕业季 那毕业也是青春最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是的 那些跟自己一起哭过 笑过 经历过许多的小伙伴们 无论任何时 他们都会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 温暖的平静的港湾 是 送上这首打动无数小伙伴的友情之歌吧 作为我们今天的开场 朴宝兰 绘画洞 黑花洞 오늘은 잊고 지내던 新小伙伴的家旁 今天就不burgh到了 似乎 limited- ml靖开 送一撒 很远 去很远 超远 跌跌走很远 转车走 The road to the road 踏上路路 彩地走 踏上路路 踏上路 散步 去的路 人 预备了多很多 遇过很多 多余走 我们在说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어릴 적 함께 꿈꾸던 부푼 세상을 만나자 하네 내일이면 멀리 떠나간다고 언젠간 돌아오는 날 활짝 웃으며 만나자 하네 내일이면 아주 멀리 간다고 덜컹거리는 천철을 타고 찾아가는 그 길 우린 얼마나 많은 것을 잊고 살아가는지 어릴 적 넓게만 보이던 좁은 골목길에 다정한 옛 친구 나를 반겨 달려오는데 우린 얼마나 많은 것을 잊고 살아가는지 우린 얼마나 많은 것을 잊고 살아가는지 랄랄랄랄랄랄라 랄랄랄라 랄랄랄라 우린 얼마나 많은 것을 잊고 살아가는지 나는 라라 랄랄랄랄라 랄랄랄랄랄라 랄랄랄랄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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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quote 那这首歌曲呢 是Fly to Sky最为拿手的抒情歌曲了 歌曲表达的是 接受分手现实的时候 内心的苦涩还有悲痛啊 那歌曲使用钢琴 还有雄壮的管弦乐队进行伴奏 配合了Fly to Sky两位成员 悲切的歌喉 把歌声所要表达的这种感情 发挥的淋漓尽致 是他们的长相啊 那除了主角歌之外呢 专辑还收录了描述爱情故事的 Come through 还有传统流行抒情歌曲 离别一天前 以及两位成员最擅长的 R&B曲风的歌曲 向我们未知的那时三首新歌 那以及主打歌 A Time Limit 以及离别一天前的伴奏音员 是的 如果您想挑战Fly to Sky的歌喉的话 可以听这两首伴奏了 没错没错 那Fly to Sky呢 出道至今已经有19年了 是歌一年之久 再次发行全新的作品 两位成员呢 也都非常期待和歌迷重聚 就在17号18号这两天 Fly to Sky在首尔举行了演唱会 第一次线上新专辑 收录的歌曲的现场表演 没错 我觉得Fly to the Sky 有很多很多的歌迷 因为他们的歌曲比较大众 而且他们出道已经19年了 没错没错 累积了多少的歌迷 包括我们是吧 是的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首 来自Fly to the Sky的新歌 A Time Limit 헤어질 시간이 정해진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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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헤어질 시간이 정해진 사랑은 이렇게 아파야만 하는 건지 눈물로만 시간이 흘러가서 싫은데 멈추질 않아요 내 말 좀 들어요 내 품에 안겨서 남은 시간이 내게 열악한다면 모두 남긴 없이 내 안에 기억할게요 어째 밤에 나쁜 꿈을 꾼 건지 말없이 넌 내 손 꼭 잡고 선호질 않니 겁이 질린 모습에 내 맘도 너무 아파서 헤어질 시간이 정해진 사랑은 이렇게 아파야만 하는 건지 조금만 더 그대와 함께 있고 싶은데 멈추질 않아요 내 안에 가득히 그대가 영원히 남아있어서 나는 행복할 테니 그대를 만나서 너무나 감사해요 난 마지막 그 순간에 그대도 사랑했던 오늘은 기억할 수만 있다면 그대가 영원히 남아있으면 꼭 쉽지만 그 순간이 정해진 너와 나 아플 걸 알면서 시작할 사랑 울면서도 웃는 건 사랑해서 아픈 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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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 我永遠 我愛你 我永遠 都要記住 你 我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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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中國朋友喜歡的蔡妍 事隔三年六個月 寫全新專輯 Pataya回歸了 那13號呢 新專輯通過各大音源網站公開 並且在中國同步發行 沒錯啊 新專輯共收錄三首歌曲 包括同名主打歌Pataya 以及read me和謝謝 對不起我愛你 那主打歌Pataya 延續蔡妍獨有的性感魅力 向大眾宣告性感女神的回歸 是的 那蔡妍在新專輯發表的前一天呢 也舉行了回歸的紀念pop up show 那提前和歌迷近距離的互動 蔡妍呢也親自全程參與了 演出的策劃還有準備 這顯示出她對這次的回歸的重視 還有誠意了 是的 那在當天的演出中呢 蔡妍不僅演唱了新專輯主打歌Pataya 以及親自填詞的抒情新歌 謝謝對不起我愛你 還為歌迷演唱了代表作搖擺和兩個人 搖擺大家都很清楚是吧 讓現場歌迷驚喜不已 是的 那蔡妍呢這次也通過pop up show 吐露心聲說 其實呢自己一直是單方面的 接受歌迷給予的厚愛 多少呢有一點點歉意 通過這次的表演呢 能夠和歌迷共聚十分的感動 今後呢也會親自策劃更多的演出 來更加近距離的和歌迷進行交流互動 沒錯蔡妍我們已經等你很久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為大家帶來這首來自蔡妍的新歌 Pataya Pataya 最大事的地方 我以為你見面前不知為了 世界上的一場 我已經被稱為了 我愛你 我愛你 現在已經不足了 我愛你 我愛你 時間到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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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s cas%,到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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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的家 뭐가 이리 많아 조용했던 내 폰에 보기나 바보였나 헤어질 것 뻔히 또 다른 세상 반 있던 남자야 내가 예쁘데 나를 만난 건 행운이래 태어났어 처음이래 我愛你 我愛你 Time is out 那你會說話 你會想說話 現在是甚麼都 Over 我會想說話 我會想說話 你會想說話 你會想說話 我會想說話 已經遇到了 終於是 Over 這次是真的 都要 這次見到你 我先見到你 能夠遇到 能夠遇到別人 見到你 Hello Hello 請求你 拜託 我永遠會滲透 永遠會 我永遠會 我永遠會 如果你lex ern is going up 在你陣呀 你會準備回來 應該逆了 絕onna ahora 这次是真的 這次是真的 韩国歌坛谁主臣服 谁是本周No.1 一起进入KBS AirPlay排行榜 本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 防弹少年团 下加两个位置的爱豆 中文字幕提供 再次进入榜单的是 排在第九位的是来自Ben的这首 《热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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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下降一个位置排在第七位的是来自杨多一的这首《告白》 本周第六位来自仁唱丁 没有一天不曾爱你 下降两个位置 来自Pipe的这首《卡尔塔纳巴》《Fall in Fall》 本周下降两个位置排在第五位 《热恋中》 新人女团《热恋中》 新人女团I's One 带来的La Beyond Rose 本周进入榜单 排在第四位 本周新人女团 排在第三位的是来自Paul Kim的这首 《遇见你》 本周第二位没有变化 依然来自I U BB 本周新人女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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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专辑榜中》 2000年以来专辑累计国内销量超过1000万张的歌手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 新专辑还在全球47个国家和地区的iTunes综合榜单当中夺冠 同时也登顶了中国虾米音乐榜单的综合榜 并且在多个打歌节目当中获得第一名 没错 其实Exo的这些好成绩都是毋庸置疑的 都是必须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这首来自Exo的新歌吧 Tempo I can't believe I can't believe 기다려왔던 이런 느낌 Oh Nan 듣고 싶은 Kidyan은 나의 멜로디 Haru종일 Bien and on and on Donasi 않게 Kidyan 내 곁에 Oh Don't mess up my tempo I said don't mess up my tempo Then you're my Hendrix That's it I am not Lobly organise stream I feel like a mi Hey dude are you ready My sauc aqu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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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